馮疫措施今天開始收緊 食肆每晚六點到第二天清晨五點不准堂食 有市民說已經習慣買外賣 食店老闆就擔心 單是靠外賣換到本 索性提助關門 探表同步道 荃灣老德懷,個個拿著幾個飯盒 第一晚不准堂食 市民說慣了 因為近來每天都吃外賣 我覺得他做得不夠勁 應該直接下午也吸收 為什麼?是否下午很多人吃飯? 當然,下午很多人吃飯 而且坦白說,不是每間店舖配合 食店推出優惠 例如外賣只取八折 送甜品吸引客人 這間做開晚市的宵尾店 門口一直有人排隊 不過老闆都擔心回不到本 我首先不明白為什麼 晚上病毒會特別活躍 理據是什麼? 政府有沒有解釋 對於我們生意一定大影響 你知道這裡全部都是做晚市為主 而且它這麼突然 我們所有應變措施都做不到 隔壁的冰室冷清得多 六點開始去到八點 做了不夠十張單 暫時試試看什麼人先做 可能工資也補不夠 有些做開晚市的店舖 說即使做外賣都幫不了很多 索性做一個鐘頭關門 節省一些燈油火 有人索性站在街上吃 其實都安全的 因為其實看到街上沒有很多人 然後其實都很快吃完都會走 不過在街上吃東西要拉低口罩 都是小心點好 有線電視記者譚曉彤不得 好